在這個戰爭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一個月到現在 這四個多月以來 一直俄羅斯裡面 此其彼落很多火警跟爆炸案 有沒有 包括比爾格羅多 包括莫斯科 莫斯科市長家裡被撞火 你知道嗎 然後呢 那麼現在呢 更多的這個 就背叛烏克蘭 去加入這個俄羅斯所佔領的 土地的相關的這些政客們 他們的車子被裝炸彈對不對 一輛一輛的炸 然後包括在俄羅斯的一些 包括發明極音速飛彈的 國防的這個大樓呢 莫名其妙失火 造成好多人死亡等等 那此其彼落 包括飛機製造廠 你要知道 連西伯利亞某些地方也都起火 當時這些此其彼落的起火 就說這不是單純的意外 為什麼 因為那個手法太像了 為什麼說太像了 太像特戰部隊的手法 這個特戰部隊的手法 跟我們現在所說的 那麼包括這個 英國美國訓練的 烏克蘭的特種部隊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這個部隊叫做薩滿營 最近有包括英國的媒體這些 來介紹薩滿營 各位 薩滿營的這個特種部隊的手法 很簡單 如果你看過007 再加上藍波第一滴血有沒有 你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了 台灣也有薩滿營 那麼必然 30多年前所這個等於說服役的 台灣中華民國陸軍 那麼特戰部隊 政戰特潛隊 就是烏克蘭現在的薩滿營 我們所學的手法一模一樣 我們滲透到了 不管你用直升機 然後低飛 在用直升機垂直升降 我們常看到人家表演 然後直升機垂直升降 進到敵營了以後 或是反正你滲透了空降 丟進去了以後 你就立刻針對你的目標 然後進行 包括縱火 包括各式各樣的破壞 用炸彈破壞 然後各式各樣的暗殺 甚至於捕狐摸哨把人給抓回來等等 這些在30幾年前我們都玩過 過去我們在支援這個師對抗的時候 現在在呂對抗 我們還曾經在中部一個山區 一座橋 那個橋非常重要 對方的師 兩個伺候兵 就是他們的偵察前哨 那麼到這個山上來 這個等於說偵察的時候 我們其實早就潛伏在這個地方 不該各位 我們直接把這兩個伺候兵抓起來 然後直接把他綁在樹上 然後用他的襪子把他塞在他的嘴巴裡面 你這樣有嗎 他在被塞進去之前還問我們說 兄弟啊 當個兵而已 師對抗有必要這樣嗎 這就叫做所謂的演習視童作戰 我們還曾經把對方 那麼包括師對抗的這個指揮官 摸 有本人摸進去指揮官的房子裡面 然後他住的地方啊 師指揮所 然後把他的枕頭拿掉 留下一封信 如果這是你的 如果這是你睡在這裡 你的頭已經被我給摸上了 這個都是我們當年幹過的事情啊 捕狐摸上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神出鬼沒 如果真的不行 沒辦法撤退的時候呢 把衣服一脫穿上便衣 然後呢就算沒有炮彈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被訓練 可以從西裝的扣子 我們的皮鞋的後腳跟 還有一些東西揉一揉弄一弄 弄成你完全弄不出來的東西 利用延遲引爆的方式 那麼利用急躁爆藥的方式呢 來爆炸 然後呢 那達到我們的一個效果啊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那麼薩板營專門針對什麼 油庫 彈藥庫 然後還有國防的 重要的這個等於說 研發中心這些地方 不斷的還有化學工廠呢 不斷的進行洗腦 破壞 縱火 然後爆炸 造成整個俄羅斯呢 大家人心惶惶啊 目前看起來 雖然他們到現在還沒有承認 但目前看起來 他們的洗腦 破壞的戰術 是完全成功的 任德哥介紹了 特戰部隊的神出鬼沒 我們要進一步來介紹 我們先來看 這一個CG圖所做出來的 比爾戈羅德他的儲油槽 在四月份的時候 被偷襲過 起了大火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進一步看 其實不是只有邊境城市而已 其實在拉遠一點來看 我們之前曾經討論過 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 是不是有什麼內神通外鬼呢 不然怎麼會國防部的第二中央研究所 大火 而且他研究的是非常高精密的飛彈 其他還包括化工廠等等 航太工程的學院 都是非常機敏的一個地方 來季文哥我請教 我們來進一步來看 那不是講說你這些後方怎麼會頻頻失火呢 剛剛瑞德哥有介紹了 就是特種作戰部隊薩滿營 那這就是一個什麼樣神秘的部隊 我們進一步來介紹 他們最近又有什麼樣的戰功 其實薩滿營是這個烏克蘭 第十特種部隊的一個名稱 這支單位是這個烏克蘭 他的一支戰力很強的特種部隊 雖然近期這個 他在這個俄烏戰爭裡面表現傑出 事實上我們把他的整個行動 可以追溯到2014年 當時這個烏冬發生衝突 其實他就是開始活躍 其實剛才瑞德兄有講 他們這種特種部隊執行的這些任務 包括重要目標的偵查 還有重要目標的鎖定 以及他相關一些刺殺重要人士等等 都是在他的任務範疇 但我們從這個俄烏戰爭執行到現在 我們發現 其實他攻擊的範疇不只是軍事目標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很多 像這個我記得是4月20幾號的時候 俄羅斯一個國防研究中心 當時就莫名其妙發生大火 當時其實很多國際一些專家 認為這個是俄羅斯本身 他一些貪腐問題 也因此相關的人等要毀失滅跡 也因此在很多武器研發機構 設計局等等 那自己進行一個縱火行動 把資料銷毀 對 當時國際上普遍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近期這薩馬營 或者說我們廣義來說 這烏軍的特種作戰 越來越頻繁 特別是近期針對 對比爾戈羅德一些 包括除油設施 還有一些軍事目標等等 那進行一些攻擊 其實也因此 大家普遍認為 烏軍的特種作戰 可能是他造成這些俄國莫名其妙傷害 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 他的相關的狀況 就很像我們以前 在兩岸之間非常緊張的金門前線 我們知道金門前線最緊張的時候 除了火炮 什麼單打 雙不打等等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雙方的特種部隊 進行前線的較量 那包括我們以前常聽說 在這個金門前線 還有互摸頭 割耳朵等等 另外比較 大家還沒有 就沒有那麼血腥的時候 事實上特種部隊一個結業 重要的一個 這個檢視你的成績就是 你可能到對方的陣地 或者老共到金門 或者我們國軍的這種部隊 到對岸的廈門 你去看個電影 把電影門票拿回來 這就算你結業成功 也因此 這種作戰對於這個惡物 目前的情況是非常雷同 特別雙方其實講俄語 還有你的整個外表 事實上都是一樣 而且全部都失誠自前蘇聯 一些戰法 戰術 一些這個作戰的一些 這個思維邏輯完全一樣 因此現在惡物的相關的狀況 其實頗符合或頗類似 國共當時在金門前線 雙方特種部隊的這個作為 但總體來說 這別爾國德德 因為臨近卡拉克夫 因此我認為他未來 類似煉油廠被攻擊 或者重要除彈庫 除油庫 或者一些軍事機構被攻擊 絕對會更多 特別是薩滿營他的活躍 其實從2014年開始 就在整個俄烏的邊界 進行廣泛的偵查 因此他可以是需要進行攻擊 另外我們看到 除了特種部隊攻擊以外 那烏克蘭他的原點U 也就是聖甲從這種戰術 彈道飛彈的攻擊 我們發現從戰爭開始到現在 其實這是烏軍對俄軍 進行精準攻擊主要的手段 除了這次別爾戈羅德 進行飛彈攻擊以外 我們過去事實上還知道 別爾江斯克 大家還記得嗎 運輸船被擊沉 以及之前用原點U飛彈 那攻擊蛇島 這個俄軍的一些據點等等 都有這個飛彈相關的業績 而且締造了不少的作戰記錄 就顯示了 其實烏軍 隨著他作戰的需要 尤其是我們注意到 俄軍之前對平民的目標 無差別攻擊 甚至攻擊一個購物中心 造成大量的死傷 因此在國際上 對於烏克蘭的同情 就會認為 你烏克蘭對於俄國進行反擊 即使攻擊到這平民目標 當然這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 事實上大家也認為 就是剛好而已 我認為這就是俄烏戰爭 目前進行到一個新的階段 也就是這種戰爭的外衣效應 似乎殺紅了眼 當然除了這個比爾戈勒德以外 我們這幾天還發現了 像南部的梅利烏波爾 這個烏軍也進行一些火炮的反擊 我認為這是烏軍進行一個側翼的攻擊 或者分散俄軍的關注 尤其是頓巴斯地區 最近的作戰 不只是將這個 這個還是呈現這個焦灼的狀況 而且對於烏軍其實相對比較不利 俄軍逐步推進 把利西昌斯克都佔領 因此烏軍進行明顯加強了 在烏克蘭南部的攻擊 這次在梅利烏波爾 其實他就動用了 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似乎是動用火箭炮系統進行反擊 大家普遍認為可能是運用 美國的海馬斯多管火箭 進行一個短促性的 這個極速的射擊 而且打了就跑 對俄軍造成前線的震撼 因此未來烏克蘭南部 烏軍會不會實施更多的攻擊 尤其是美國的海馬斯 目前已經證實 已經抵達烏克蘭戰區 這樣的一個打了就跑 而且精準鎖定 精準攻擊的模式 會不會讓這個整個戰線 進行一個轉移 這個未來值得大家密切去關注